我觉得它帮底妆抗暗沉的效果液还蛮好 我觉得真的出的非常的好 有刘海的各位自己在家应该都要准备一支 我觉得银色用来搭灰色的单品非常的好看 阿德蒙露最近呢终于正式换季了 已经可以穿短袖啊五袖 天气真的好热 所以最近就是一直在狂擦防晒 那近期最爱的部分呢 大部分也都是最近需求量还蛮大的物品 有些是可能一个礼拜就用一次 或是有些是两天就要用一次 有一些甚至是我每天都要随身携带 我才会觉得安心的物品 还有一些是近期还蛮满意的战利品 今天都会一起分享给你们 那首先我们先从彩妆类开始分享好了 首先就是Bobbi Brown的维他命裸基定妆柄 这颗呢又称为绿镜柄 它打开来很特别哦 它是黄色的 因为通常蜜粉柄都会是白色的或是肤色的 那黄色蜜粉柄是真的还蛮少见 那它主打的就是它里面有添加一些 维他命保湿以及抗氧化成分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的底妆 维持长时间不按成这一点 那这部分我自己有实测过 我觉得看按成效果的确是还蛮好的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 它在定妆过后会让底妆变得更明亮更干净这一点 我现在脸上是没有上粉定妆 我们现在直接来定妆 那再来就是它实体的颜色 比较偏奶油鹅黄的感觉 不是真的很荧光黄还是柠檬黄的感觉 就是那种奶油黄色调 我就搭配一支比较松一点的定妆刷 这颗啊我喜欢它的粉质很清透这一点 所以你这样稍微的压一点蜜粉上去定妆 你看它并不会吃掉太多底妆的光泽 因为刚刚我的底妆光泽应该还蛮强的 所以它这样稍微去压一下之后 它还是可以保留有点那种微雾光 但是有比雾光再更亮一点的效果 所以它这个粉质我觉得算是清透而且是细腻的 像我的脸颊是偏干整体都算偏干之后部分是比较会出油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还是喜欢底妆有一点亮亮的感觉 这样会让我的皮肤感觉不是那么干燥 那我觉得这颗啊就是在定妆之余 又可以保留底妆的光泽 以及那种透明度的感觉 我自己还蛮喜欢这种细腻的粉质的 好让你们看一下 左脸有定妆 右脸还没定妆 你看两边的光泽感是不是不会差很多 然后它会稍微帮你的底妆有一点提亮 变得更干净的感觉 右边还没有上蜜粉定妆 就是一般粉底肤色调的感觉 但是稍微再压了一点这个滤镜柄上去之后呢 我觉得整个底妆的发色 看起来会是更干净而且是更亮的 并不是变白而是就变得比较干净 比较原亮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作为定妆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也可以让你的底妆看起来再更干净一点点 那近看其实它的粉感也是很细腻的 不会有太粗糙厚粉的感觉 不好意思 好像修剪刘海所以脸上有点头发 然后它的粉质很细腻嘛 所以我觉得贴肤效果也还蛮好 定妆过后不会觉得有一片粉 直接浮在你的皮肤上的感觉的 它就是这种很轻透很细腻的粉质 所以我之前喜欢定妆过后的效果 那针对一些像是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 你也是可以稍微的去用比较多量 像这个地方或者是鼻头容易出油 因为这颗我觉得它有一点控油的效果 所以像我自己鼻子跟下巴夏天容易出油 就会针对这两个地方加强做定妆 那比较干的地方就是少少的拍一层上去就好了 不要用太多 因为这颗我觉得它在这种细纹皱褶比较多的地方 如果你用太多 实际一拉长你的皮肤变干之后 那些位置的卡粉感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如果脸上有一些纹粒或是纹路比较深的地方 我觉得可以用比较少量 那容易出油的地方量就用多一点 那除了它的粉质细腻不会显厚粉感 可以帮助底妆更原谅干净以外呢 我觉得它帮底妆抗暗沉的效果液还蛮好 因为里面有添加一些维糖面抗暗化成分 所以我觉得它在做最后定妆的时候 比较可以帮助底妆 就是一整天维持在比较明亮的状态 所以整体来讲定妆效果都还蛮好的 所以这颗蜜粉饼也是我近期最常使用 几乎天天都会用的一颗蜜粉饼 它上面的压纹已经被我用到有点平掉了 再来呢就是Pony Effect的 集水透光气垫粉饼 又称为水光蒸气垫 那这颗气垫呢 其实他们家的气垫家族有很多 有金色有银色 它是一款比较高遮瑕的 那最近很喜欢这颗紫色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妆感是属于比较保湿水光感 那刚好近期的底妆流行趋势 也是走那种比较水光的感觉 我觉得这颗它上上去 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陶瓷水光感 那再来就是它的粉体是很贴肤的 因为有一些底妆 它是你必须在上妆一段时间之后 经由你的肤纹跟时间 它才会慢慢的跟你的皮肤做一个贴合 它才会贴上去 但这颗气垫啊 它很厉害的是你一拍 拍开来 它就贴进去了 它就会紧紧扒住你的皮肤 就是你不会觉得 底妆跟你的皮肤是两层东西 基本上它们已经人为一体 所以我觉得它贴肤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气垫里面也是有添加一些高保湿成分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偏干的肤矿来讲 舒缓干燥跟维持保湿度的续航力也都还蛮不错的 那它上妆之后的妆感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光泽感是很饱满 那它的光泽又不是会油亮到让你觉得 就是脸的那个光泽是不精致的感觉 它的水光我觉得是精致 而且是细密服贴的 像我刚刚应该要先分享这颗气垫才对 因为我刚刚昨天已经先定妆了 我现在右脸还没定妆哦 你看它的光泽感 近看可能比较明显 你看它的光泽感 就像陶瓷一样 是很平均 而且是服贴 你看它的脸长满胶原蛋白 很蓬很亮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它的遮瑕度呢 虽然说它是走比较水光的路线 可是它遮瑕度我觉得并没有太低耶 虽然说它在他们家族遮瑕度算是自然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自然也不是自然到很费 你的斑点完全什么都遮不住的感觉 它整体还是有提供大概四成左右的遮瑕 就算中度遮瑕啦 所以如果你脸上没有太过明显的痘疤 还是一些瑕疵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在正常距离看 这个距离看是不太会看到脸颊这边可能还有一些小斑点 但如果你真的要吹毛球脂 可能这么近的距离看 当然那些斑点啊 还是一些可能比较深的质啊 暗沉的影子还是会在 可是我觉得就正常距离看 它其实整个原亮跟修饰肤色效果已经很漂亮了 那它虽然说是水光 可是我觉得它也不会亮到太过凸显你的皮肤纹理 或是毛孔的感觉 像我的鼻翼两色这边毛孔比较明显一点嘛 我觉得它是有微微修饰的作用的 至少不会放大你的毛孔 因为有些亮的东西你一拍上去 它就会放大你的纹路放大你的毛孔 可是我觉得它不会放大你的毛孔 它就大概修饰个两层左右吧 所以它会让肤质也变得比较细腻比较漂亮一点 我自己很喜欢这颗 它整个妆感很贴肤的这种效果 通常这种偏光泽型的底妆会在秋冬出比较多 可是今年很奇怪 今年都是到了春夏以后才开始推出这种比较亮面型的底妆 很多品牌都有推 那这颗呢我喜欢它虽然亮 可是它不会让皮肤觉得太润太有负担 就是你放在春夏用 也不会觉得好像那个质地会在你的皮肤上面 一直黏黏的还是太厚重不舒服的感觉 它整体来讲粉体也算是轻薄 而且是服贴 就是我上完妆我觉得我的皮肤 我的毛孔还是可以呼吸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粉体带给皮肤的感觉 也是很轻盈而且是舒适的 再来就是lily by red的唇笔 这支唇笔呢看起来就是平凡无期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呢我最近就是有点迷上唇笔 先去雾化唇线的效果 那我其实买了几家不同的唇笔 我发现他们家的唇笔质地是目前我自己用下来比较丝滑 就比较不会卡唇笔 因为有些唇笔呢它会比较雾一点 所以当你把唇线框出来之后 你就会觉得你的唇是这样子被压缩 那些唇都被收得金金的感觉 就整体使用感受上面我觉得不是那么舒适 但是这支唇笔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质地 非常的丝滑 所以它在你皮肤上面描绘的时候 它是很流畅的 它不会误到让你觉得你在描唇型的时候 你的嘴巴很干 它非常的丝滑 你要怎么勾勒你的唇型都可以 那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有点焦糖奶茶色跟玫瑰色调的感觉 其实单用你要去填补你的唇色也是可以啦 那我觉得它用来描绘唇型也蛮自然的 而且它的质地就是你要用来补妆也是可以 如果你就唇型哪边掉了 你就直接这样子补 你看它小小的嘛 去描绘 它这个颜色都可以跟你的唇色 或是唇彩的颜色做一个很好的线解 画出来的唇型我觉得是很自然漂亮的 那像我这种嘴唇比较薄比较没有立体感的人 我就会先透过这种唇笔去描绘出比较明确的唇型之后呢 整个唇部的立体感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再来也是唇彩就是直层秀的无色线奶油断光唇釉 色号呢是BR772以及OR557 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春夏 一个是比较带那种蜜桃果茶蜜桃奶茶色调 一个是比较偏有一点肉桂奶茶烟熏奶茶的色调 我觉得两个颜色都是很温柔的 那再来就是它是奶油断光 属于那种比较小猩猩 然后带一点透明度那种断光感 所以我就放在春夏的妆容来做搭配 非常的适合 包装呢也是稍微有点那种果冻半透明冰块感的感觉 那BR772呢是比较带橘调 橘棕调 所以它的开头是BR 那另外这个OR呢是比较带橘调的感觉 先刷色让你们看 首先是BR772 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的美 它虽然说色调没有很浓 可是我觉得它擦起来那种氛围感 是有点神秘 而且是沉稳有质感的 带橘的感觉 奶茶橘棕的感觉 比较明显一点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这个橘不会显得黄皮 再更黄一点 它整个放到皮肤上面 我觉得效果也是很沉的 而且就是一个质感很好的颜色 另外呢就是OR557 它的色调就会再更明亮一点点 带那种珊瑚蜜桃果茶的色调 比较明显一点点 红润感比较明显一点 它比较沉稳 它稍微再亮一点 但这两只的调色我觉得 都不会亮到或是重到 让你觉得在日常很难使用 或是你要淡妆的时候擦 你会觉得唇色不搭的感觉 那它的质地就是延展性很好 所以你可以这样稍微的涂开 去做云染 然后它不太会染唇 还蛮好卸的 那我现在嘴巴上面擦的呢 就是OR57这个色号 我觉得它这个色调就是 不太会调肤色 因为它比较带蜜桃嘛 那不管是白肌中间肤色 像我是中间肤色 或是稍微健康一点肤色 我觉得用这个颜色都会蛮好看的 因为它很衬托你的肤色 再更明亮 而且是有朝气那种明亮 那再来就是 它的这个蜜桃感并不会太过的稚嫩 就大概两分糖或是一分糖左右那种甜度吧 所以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 那你搭配近期比较流行 那种光泽感比较强烈 但是颜色都淡淡的妆容 它的衬托效果也是很好 并不会觉得唇色太过强烈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这支唇彩的质地呢 它是奶油断光 所以它保湿效果还蛮好的 你会觉得嘴唇上面有一层东西 没错 可是当你在抿嘴唇还是讲话的时候 你并不会觉得有那种黏腻 牵丝还是你阴敏嘴唇 它就变得很斑驳不均匀的感觉 我觉得它整体服贴效果还是蛮好 虽然说它不会沉膜 我觉得它自己是不算沉膜的那种质地 可是我觉得它服贴效果已经蛮好 那再来就是它的保湿效果也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放在唇破上面 还蛮舒服的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恰到好处 不会亮过头 但是这款唇彩啊 它没有特别的持色 就是你去转印 它会掉蛮多下来 现在嘴唇上面大概剩下五层左右而已吧 所以你喝东西吃东西 它是一定需要补妆的 我现在嘴唇换成BR77的这个色号 比起刚刚的OR557 是不是感觉比较沉稳 比较有个性 就整个人的气质会比较沉淀 比较收敛一点 可是它不会沉过头 或是棕色调的成分太过明显 让你觉得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季节 就少了一份轻盈感 可是这个调色 我觉得它是有轻盈度 有透明感的 所以搭配一些春夏彩妆的 比较偏珊瑚色调 比较淡一点的色调的彩妆 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春夏 追求一个 看起来是稍微有点个性 但是又不会个性沉闷过头的话 我觉得这个色调非常的适合 很有质感的颜色 再来算是美妆工具 就是SOM的多光能全 它有六件袖针刷具 它真的很方便 我一直在找就是 适合外出旅游携带的刷具 因为很多刷具它都会很大支 像是蜜粉刷 这么大一支 你要怎么带出门 然后你要想办法收它 要怎么去收纳那些刷具 价格又不会太贵 那又真的要很好携带的刷具 我金正找了很多牌子 那种有发现 就是最近收红出的这个 我觉得真的很棒 它里面有很多款刷具 一共有六款 那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款都是做这种双头的 像这款它就是眼影铺底刷 眼影重点色刷 它是双头设计 所以你带一支 等于带了两支刷具 再来呢 这支我觉得也很实用 它上面是斜角的 你可以当作提亮类勾用 或者是你要用来修容用都可以 那底下这个仿锤型的刷子呢 这个形状的刷子 你可以用来晕开你的眼妆 整理你的眼妆 或者是你要用来沾些蜜粉 做眼下定妆都很实用 所以这组刷具 我觉得针对一些眼妆的需求 它提供的功能性是真的还蛮丰富的 那它有另外一组是九件组 里面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三粉刷 腮红刷 我觉得那组可能会更实用 就你可能真的出国携带 你要画腮红 要定妆干嘛的 它就真的整组 你上妆会用到的东西 它都给你了 所以他们这系列的 袖真型的刷具 我觉得真的出的非常的好 再来是LUX的香氛喷雾发油 这款发油非常的特别 它是喷雾式的 真的很少见嘛 因为一般发油 可能都是你要按压 那那个按压头如果做不好 你会不小心按太多 那你抹太多 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头发油油 可是它这款真的是 很神奇哦 你看它就是这样 就像你在喷香水一样的感觉 所以它喷出来的那个 喷雾是很细腻 你比较不用担心 你用起来可能手上会一大坨油油的 让你的头发便宜油油的 它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你就可以看你的头发长度啦 那像我头发就大概是中长吧 我就会这样子 如果觉得今天头发毛毛干干 或是催整完头发之后 我会这样子稍微的 喷在我的头发中段 跟尾部的地方 像这样 稍微喷一点点 它其实喷雾真的很细 所以你在顺的时候 其实已经感觉到 它的喷雾是很均匀的附着 在你的头发上面 比较不用担心 可能这边一坨很多 但是这边有抹到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喷雾式设计 是真的很方便 再来就是它提供给头发的这种保湿 跟光泽感 我觉得也蛮刚好的 就你整个发指会 柔柔亮亮 从这个地方到发尾 都很有光泽感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方便 或是像有时候你可能吹完刘海啊 每天这样吹嘛 其实吹风机的热也会让刘海看起来毛毛的 那其实发质可能就会不太好 我觉得头发真的要有光泽 就不一定 你要剪很厉害的发型 还是要染很厉害的颜色 你只要把你的光泽感顾好 不管是什么发型 什么颜色 它看起来都会很有质感 所以像刘海这边 如果你有时候觉得毛毛的 你就可以这样稍微的喷一下 去整理一下 如果你不要太油 你就不要拿太近 你就拿远一点点 你看这样子整理一下 稍微喷一点点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刘海也有那个光圈跑出来 就从这边延续到这边 都有这个光圈感 所以刘海的发指也是要顾哦 那紫色的这个瓶身呢 它是蓝风铃的香味 就是你们知道的那个蓝风铃香味 我觉得算是还蛮清醒 就是你放在春夏保养头发用 我觉得也算是蛮轻盈的一个味道 不会觉得太过沉重 就是淡淡的花香 还有点淡淡的木质调香味 所以我觉得以香味来讲 接受度应该算是还蛮高的 但我自己是很喜欢 它这个喷雾式设计 真的太方便 很适合赶时间的时候用 再来是头发用的小工具 就是这个五阴良品的发剪 这个发剪我真的是觉得 有瓏海的各位 自己在家应该都要准备一支 为什么 我从去年底剪了瓏海嘛 就好像换个造型 换个心情 以后呢 我才发现说 长期维持瓏海造型 其实是需要一件 非常有耐心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 可能已经留瓏海好几年的人 因为我自己剪了之后 才发现说 如果我要一直维持住 这样子的形状 我必须要 可能每天早上睡醒 你的瓏海一定会乱长嘛 所以你每天都要去催整 它才会乖乖的服贴下来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必须要定期的去修剪 每个人的头发生长速度不一样嘛 像我自己是属于头发长得很快 指甲也长得很快那种体质 所以我的瓏海 基本上一个礼拜就要修一次 所以我真的要很频繁的去做修剪 才可以维持住这个长度跟这个形状 那刚开始呢 我都是用可能家里一般剪文具 然后剪纸啊 剪胶带的那种剪刀 然后去剪我瓏海 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卡卡 不是那么顺的感觉 所以刚才就剪得有点小心翼翼的 那可能会有点哪边卡卡巨石中的感觉 后来我去逛无垠良品 我发现它在放一些美妆工具的那一区 居然有一只这么神奇的魔法小剪刀 它真的是发剪哦 我就想说 哇 我瓏海的救星终于出现了吗 因为他们法郎他们设计师在用的剪刀 都是很贵的剪刀 我不可能只是为了修个刘海 然后我要去买一只那么贵的剪刀嘛 我就发现这只 它其实还蛮平价的 买坏用看 我发现它 剪起来流畅度真的 非常的好 真的很丝滑 跟一般你用来剪文具的剪刀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从我买这只剪刀之后 我发现用来剪刘海真的快很多 就因为一般的剪刀 真的剪起来没有那么流畅 那这只它的那种丝滑流畅感 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像一个礼拜 我觉得刘海有点扎到眼睛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修剪 那其实修剪刘海的方法也蛮简单 但我觉得前提是 前提是你必须要有勇气 帮自己剪刘海 因为有些人会很难以自己剪失败 你就不敢去尝试 那可能就会选择 那我就每个礼拜啊 请设计师帮我剪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敢自己尝试 剪刘海好像没有那么难 因为我刚开始也很怕自己剪 但我设计师跟我讲说 你可以自己剪看看 其实没有那么难 诀窍就是你要剪的时候呢 你不要这样一刀剪过去 而是你要拿有点斜斜的 可能45度角 这样斜斜的 慢慢的去修剪你的刘海 让他的尾巴不要那么的起 而是有点这样斜斜的斜斜的 那看起来就会稍微有点微微的层次感 不会那么厚重 那你不用担心一次剪过头 剪太短 因为从去年剪完刘海到现在吧 我大概只给设计师剪了两次刘海 就让他做一个整个大整理 除此之外 这中间的时间 我都是自己修刘海 所以基本上已经收出新的 我连旁边这个公主切 我都可以自己修 所以其实自己剪头发好像没有那么的困难 总之这支剪刀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自己也是有习惯维持刘海造型的人 这支用来修剪的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用起来也很顺手 就突然间有点可以理解 为什么 发型师他们的剪刀都那么贵 感觉他们那个剪刀会更好剪 但我觉得有这支我已经很满足了 最后算是穿搭配件类就是New Balance的1906R 那这个色号呢是港湾灰配上金属银 这系列最近非常的受到欢迎 那其实它有出很多颜色 因为最近就是流行稍微带有点银色的元素 银色的鞋子也是 所以这系列用了蛮多银色的元素 那我这双的是以灰色拼接银色为主 我觉得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 因为我最近就是有点银色的重度 我觉得银色用来搭灰色的单品非常的好看 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我自己从很久以前就很喜欢他们家的 复古慢跑鞋系列 像是美智的990啊 到后来530啊408 还有比较近代什么2002R以及这款1906R 我都有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复古慢跑鞋系列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它穿起来带给脚底板那种舒适的鞋感 我觉得不管是支撑度啊 还是就你穿起来那种Q弹感 都是恰到好处 它不会软过头 因为软过头的鞋子 其实我自己比较穿不惯 我会觉得穿久小腿跟膝盖翻的不太舒服 我喜欢支撑度刚刚好 或是比较偏硬的鞋子 那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系列的复古慢跑鞋 也算是支撑度都还蛮适中的 那它整个鞋型这种复古感很强烈的感觉 运动感 机能感的鞋底 以及它用了很大面积的这种网状布料 我自己还蛮喜欢网状布料 我觉得穿起来会比较轻盈 然后比较透气 它的边框呢 都是走这种比较金属银的效果 配上灰色的网状布 我觉得这种拼接效果非常的时髦 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平常是习惯穿一些比较深色单品 黑色啊 深单凝色还是灰色调的人 我觉得配一双这种灰银的鞋子 也会非常好看 那我喜欢它整个鞋面从正面看 它是比较宽一点的楦头 所以穿起来你长时间走路穿 它也不会太去压迫你的楦头脚板 或者是你的脚背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脚背是属于比较高的那种脚型 我觉得穿起来就是有刚刚好的包覆效果 那舒适性也是有兼具的 所以整个穿起来的感受跟它的造型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搭配那种宽裤啊 还是你要露出来 搭配最近很流行那种透极感的小短袜 长袜都是可以的 整个看起来会非常的有个性 尺寸的话呢 我自己是觉得稍微大半号会比较舒服 因为我那时候去门市试穿购买的时候 我穿24号 平常穿24号嘛 我觉得是很刚好 但是我现在会习惯稍微穿松一点点 反正你走路走久脚会脏嘛 稍微松一点的空间呢 它提供的舒适性跟容纳性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双呢 我会穿到24号半 我觉得比较舒服 有一点空间这样子 如果你本身脚板比较宽 或是比较有肉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去试穿感受一下比较好 因为以我自己买过那么多 像New Balance的鞋子来讲 我觉得这双它的版型 跟其他双比较不一样一点 因为其他双我可能都是按照平常穿的 拿23半或是拿24就可以 那这双我必须要穿到24号半 我才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我觉得先去试穿感受会比较紧缺 好那今天就非常到这边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